鹿鹅是潮汕餐桌上的頭盤 有鹿鹅就會很豐盛 首先挑選養足兩百天重十斤的濕頭鹅 鹿鹅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鹿湯 將川椒、八角、桂皮、甘草等連同醬油調料加入鍋中熬煮 鹿鹅頭朝下,鹿水灌入內腔 鹿便能在鹿水中保持平穩 這樣熬製出來的鹿鹅味道才能更加均衡 一樣的醬油,不一樣的調料 調配出來的就是不一樣的味道 熬製兩小時後即可撈起 如何保證口感和外觀品質 考驗著每個師傅的功力 晾涼切塊後即可享用 入口嫩滑噴香 回味無窮 未知農食 是故鄉